我昨天去打彩票 所有的人都拉着我问 哎 你中奖了中奖了 怎么中的怎么中的 然后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一看就像是彩票所老板 有个人 他照样我说 中了一人家 问五百万怎么中的 我妈也跟我接你婚了 近日 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 接到市民报警 称彩票站工作人员 故意泄露他的个人隐私 报警人小王称 自己一家就住在彩票站附近 每周都会买几次彩票 前段时间 自己花十块钱 中了十四万六千元的二等奖 可当他再次来买彩票时 发现大家都知道他中奖了 所有的人都拉着我问你中奖了 是彩票店老板泄露的 小王告诉民警 自家本着财不外露的原则 连亲戚都没说 现在小区邻居都知道了 甚至还产生了谣言 我父亲不知道在哪里对奖 然后跟彩票店老板发信息询问 我们小区邻居还造谣说 我中了一等奖 五百万怎么中的 为这个事情 我妈要跟我爹离婚 小王称 还有人开始找他借钱 对他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彩票店老板表示 当时接到小王父亲电话时 他当时正在打彩票 用的是免提通话 我这里还有打麻将的人 都是他们小区邻居 也只有两三个人听到了 民警提醒大家 不要再传播此事 保护小王个人隐私 最终 在民警和周围邻居的劝说下 小王这才消了气